欧美甚至最近熱爆的韓妝 都很流行用光影產品去達到瘦面的效果 想雙管齊下但又不想妝容變厚的話 首先就要懂得怎樣去打光影 夏天因為很多時候我們不會做到很厚的感覺 所以我們盡量做所有事情都是用薄的形式 變成出來的效果要令皮膚有健康膚色 我們會靠光影甚至雅色的粉底 甚至雅色的碎粉去配搭 令整個妝感看出來 配搭出來的皮膚膚質會很細緻很滑 例如鼻樑兩邊拳骨 甚至乎是額頭那兩個位置或是下巴 其他位置我們會用雅色的碎粉 光影和陰影兩用的粉餅有助修容 可以增加面部的立體感 完成之後可以加上胭脂 令臉色更紅潤健康 眼影方面可以選擇大地色系 例如灰色或啡色眼影 如果像模特兒那樣有雙限眼 那就不適宜用太重的線條 可以利用深色的眼影 拉長眼影 感覺型格得來又有瘦面的作用 因為模特兒本身整個膝蓋的形狀 不會太厚 如果我們夏天 我就想做一些juicy的感覺 我就先用了一個concealer 整個唇邊全部打底線 之後我就再用一個pitch的顏色 multiple stick 再配合一個比較玻璃嘴的感覺 用兩個gloss加在嘴中間 營造到嘴的volume 會比較強烈的對比 懂得以上三點 夏日健康裝容的小貼士 其實瘦面真是這麼容易 十乘十屆 今個夏天最貼身的mini travel guide 將記者深水推介 製作成旅遊收藏卡 等你走到哪兒 玩到哪兒 立即去十乘十屆報道內下載 導演 點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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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鬆